過去幾乎是球隊不動先發捕手的小胖林洪玉 今年在菜鳥學弟宋家祥大獲重用蹲補 廖建復擔任主要指定打擊的情況之下 生涯扛出一百九十八發全力打的小胖 得轉型 更多時候代打 或者在比賽後段接替防守任務 身為大虛長的他 心態調適相當淡定 包括前中信兄弟總教練林薇住在內 不少球星到職棒生涯的後期 都面臨過轉型代打 而林洪玉透露除了每天準備課題 飛賽季更是左右表現的黃金時段 因為我自己有請訓練員 所以我就會比較著重在身體素質這方面 就是讓他維持住 不要影響太大 畢竟就像大家在看的 可能是比較有年紀啦 或是比較資深啦 不管 可是我覺得從過程當中去做調整 我覺得競爭一定會是有 可是我不會去想這些 我是我能當球隊做什麼 這是更重要的事情 不是我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可能在我的角色上 追求的可能是真的有限了啦 可是我可以用我的自身精力也好 能力也好 去幫助其他學弟們 越快進入狀況的話 或許對這個團隊 這個球隊是幫助 更快更大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可能我想做的事情 今年月薪八十八萬的林洪玉 明年薪水要佔上九十萬大關 身為球隊以及整個聯盟的指標球星 小胖期許自己不論在休息室 或者踏上球場都維持敬業的態度 做出貢獻 我來TV台電話 黃華君採訪報導 將於是天然衛水 的了解 超級表情的 佛